为响应联合国重视投资女孩 让女孩获得应有的人权与照顾 我国将10月11日定定为台湾女孩日 以表示对女性尊重与重视 星光月跑当天晚上六点整 立新基金会执行长纪慧荣与林明珍县长 县议员罗美玲、张维华等多位来宾 分别穿着粉红色T恤 并绑着粉红色花布巾 在五龙队的助阵下共同鸣笛开跑 林县长表示 南投县民都十分尊重女性 她虽然是县长 但在家里还是尊重太太 都听太太的意见 会帮太太做家事 南投县的男人对自己的太太 包括对所有的女孩子都是非常的尊重 有时候虽然是身为一个县长 但是回到家里 一切还是听太太的指示 10月11号是这个联合国所订定的国际女童日 那这一天的订定是为了保障我们女孩的这个权益 那培育女孩、培养女孩是我们大家所应尽的这个责任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先议员罗美玲及张维华议员都亲自到场 参与这场星光夜跑活动 宣示表达尊重女性 关心女孩权益 罗美玲议员则表示 响应星光夜跑之外 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的健康而跑 她希望这项活动 今年已办了第二届了 往后能延续办理 我们单个男人 随时随地都要尊重女人的 这个他们所需要的 尊重他们的意见 那就对了 我相信这样的话家庭就会和乐 社会就和谐 我们就会过得很快乐 很幸福的日子 那立新基金会呢 她为了响应这个国际女童日 所以呢 在今天举办的这个 这个星光夜跑的这个活动 那今天这个活动 我们不单单是为了这个女孩而跑 我们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而跑 立新基金会执行长姬慧荣 对于第二届女孩星光夜跑活动 能吸引这么多的民众参加 宣示大家重视女孩日 及看到女孩价值 她希望借这项夜跑活动 将台湾女孩日的精神与意义 让民众都了解 并号召民众一起关注女孩权益 建立更友善的环境与空间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